这个男人潇洒地破窗而入 一招就打倒两个黑社会 然后用在奥运会都能拿到奖牌的漂亮姿势 从高台跃下 帅气落地之后又轻松地放倒了几个冲上来的小喽喽 黄霞云代替身在美国的陈师傅 掌管华强国术会 华强国术会武馆的就职 因为处在政府规划的范围内 不得不面临拆迁 弟子们本来打算当个钉字户 但是远在美国的师傅寄来信件 告诉他们因为武馆老旧 不如趁此机会建一个新的武馆 然后陈师傅派了女儿美玲回到香港 主持新武馆开馆仪式 并且担任掌管武馆的掌门人 美玲因为从小是在美国长大 接触到的东西 与黄霞云崇尚的传统武学相去甚远 她当上掌门人以后 看到武馆里只有五个学徒 马上就对武馆大肆改革 她告诉武馆的学徒们 他们现在练的都是老古板 自己在美国学到了很多科学的练武方法 但是黄霞云向来主张品行为主 收徒贵精不贵多 美玲希望武馆能收到更多徒弟 于是就带着五个徒弟 在街上用美国人发传单的方式 宣传华强武馆 甚至找了一堆小孩子来打拳击擂台作为宣传 结果五个徒弟带一个新掌门 一个不落的因为扰乱交通影响治安被带进了警察局 众人被保释出来以后 黄霞云非常气愤 训斥几个徒弟不知羞耻 把武馆的人全丢了 没想到 美玲反而说黄霞云太古板了 黄霞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众徒弟虽然心有不舍 但觉得还是跟着掌门人比较好 第二天 美玲带着五个徒弟找了一个舞厅 在里面大闹了一场 收编了一大堆在舞厅里蹦地的社会青年 来武馆做弟子 晚上 黄霞云虽然毒气离开了武馆 但还是担心徒弟和师妹 便偷偷回到武馆 没想到 推开武馆的门 发现原本整洁的武馆里乌烟瘴气 一群人不人鬼不鬼的人在蹦迪 黄霞云还以为自己打开方式不对 关了门再开一次 发现自己没走错 这时 美玲从人群中走出来 她原先的五个徒弟也打扮得非常心潮 众人告诉她 现在武馆人满为患 但注重门声德行的黄霞云非常气愤 告诉美玲这些徒弟她不教 然后就离开了武馆 美玲告诉徒弟们 既然她不教那就是她没法接受年轻人的时代 大家都是年轻人 不应该继续保持这些古板的教条了 其实美玲也不单纯是空口无凭 她根据这些年轻人的爱好不同 因材施教 让这些社会青年也对武术产生了兴趣 但她并不知道 她大闹的舞厅是黑社会王龙威的底盘 这直接导致王龙威的手下盯上了华强舞馆 这天在华强舞馆学过武术的陪酒女 在工作的时候 因为客人动手动脚 就用上了武术课上学到的武术知识 把客人收拾得连连求饶 没过多久 就有大量的客人就跑到吧台 表示被折腾得受不了的 要赶紧结账跑路 这家夜总会背后的老板 是王龙威的手下龙天祥 这帮黑社会虽然不干好事 但是名字倒是起得一个比一个威风 这龙天祥也不是一般的小流氓 而是个会武术的流氓 听说陪酒女因为打客人 搅黄了店里的生意 她直接带着手下 就把陪酒女们一通毒打 吃了苦头的陪酒女们 就再也不敢去舞馆了 美玲在舞馆见到了上课时间 却缺了几个学生没有来 便去他们工作的地方询问情况 得知自己的学生被打以后 美玲这暴脾气 瞬间就起来了 也不顾自己是光杆司令 就在龙天祥的地盘上打了起来 可谁知 龙天祥的功夫也不是盖的 美玲这专业的练家子 竟然占不到半点便宜 抵抗了没多久 就被龙天祥手下的罗罗控制了起来 舞馆内 黄霞云还是担心自己的徒弟 跟着美玲学坏 趁夜深来舞馆 没想到美玲竟然不在 担心师妹有危险的黄霞云 便带着五个徒弟去寻找 一行人来到龙天祥的店里 听说美玲被扣在这里 徒弟们随即就要跟黑道们打起来 但黄霞云还是决定先礼后兵 于是给龙天祥办一桌 和解宴席 虽然双方看似握手言和了 可美玲却咽不下这口气 觉得师兄是个怂包 第二天 他就瞒着其他人 带着几个在武馆学习的小弟 截住了龙天祥 人手一辆自行车 众所周知 在武打偏离 自行车是一种攻击性很强的武器 五个自行车骑手 在龙天祥的手下中左右穿行 不可一世的龙天祥 被自行车轮子压在地上 动弹不得 而美玲带着自己的小弟 收拾完黑帮 骑上车就一溜烟着跑了 受此大辱换谁能忍 更何况是靠脸面吃饭的黑社会 而美玲也知道黑帮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于是他让小喽喽告诉王龙威 自己就在武馆等着他们 此时黄霞云也带着徒弟回到武馆 确认师妹的安危 这次推开武馆的门也没有让他失望 武馆内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美玲和小弟以为来的人是黑社会 便借着黑暗动起手来 徒弟们被迫防身也只好出手 黄霞云在黑暗中与师妹过了几招 两人发现对方都是用的红拳 这才意识到打错了自己人 黄霞云让师妹从后门先跑 自己则留在武馆内拦住黑社会 没想到美玲刚离开 就被埋伏在后门的黑社会逮到 绑进车里带走了 黄霞云解决了武馆内的人 在冲出来时已经来不及 好在他捡到黑社会留下的名片 顺利地找到了他们工作的舞厅 得知师妹被黑社会的几个高层带到了体育馆 黄霞云便前去解救 体育馆内知道黄霞云早晚会来 黑社会们严阵以待 将美玲控制在高处的观众席上 但是黄霞云突然破窗而入 先解决了看守美玲的几个小罗罗 而他的几个徒弟也随后赶到 龙天祥还想制服美玲 结果被美玲从二楼一脚踹了下去 出人意料的是这群黑社会的身手都还不错 王龙威的手下孙剑 跟练习硬气功的大徒弟交手 两人硬碰硬 绝不出胜负 拿着杠铃互相比起举重来 结果孙剑浑身哪都硬 却被杠铃砸中男人身上最脆弱的地方 忍痛倒下 这时黄霞云的小徒弟也破门而入 打出一手喉拳 把王龙威的小弟晃得眼花缭乱 甚至在招式中加入了体操元素 活用体育馆内的体操器械 把小罗罗们一扫而空 这下只剩下黄霞云跟王龙威两人黄成PK了 王龙威哪是黄霞云的对手 小徒弟只好嘲笑一样递出两把西瓜刀 说既然徒手不行就试试武器吧 于是双方就用西瓜刀再战 但是也没斗超过半分钟 王龙威的高档西服就被砍成了破步 虽然他想再战 可黄霞云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一招擒拿直接绞了他的蟹 王龙威也清楚 事已至此只好带着手下惨兮兮的离开 最终在骚乱告一段落以后 美玲被父亲叫回了美国 在机场送别的黄霞云身穿西装道场 徒弟们以为是别人搭讪掌门 正要上前阻止 结果被黄霞云回头吓得跳了起来 看来实际上 黄霞云也受师妹影响不浅呢